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同时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观点文章 文章介绍从波罗奔尼萨战争开始 当一个崛起的国家向一个成熟国家挑战时 一般都会发生军事冲突 准确的来说每四次中有三次会是这样 而作者说因此人们对美中两国注定要发生战争的担忧不断升级 但是正如经济学者奥夫霍特所指出的那样 世界发生了变化 现代武器变得如此致命 通过政府来获得力量已经不在事宜中选择 取而代之的是通往全球主导地位的道路是通过经济来实现的 而健康的经济取决于基础设施 拜登总统本周宣布了一项二点三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 明确承认了转变的现实 这至少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支出目标 对抗中国崛起 主要是通过建设桥梁高速公路电动汽车基础设施 而不是军舰战斗机和导弹 已经成为华府共识 文章介绍 美中两国在二十一世纪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竞争出现了新的转折 这不会像美国与苏联的冷战那样结束 无论拜登的支出计划中有多少可以在分裂的国会中幸存下来 中国不可能发现自己在经济上不敌破产并放弃斗争 就像当初苏联一样 而作者说在基础设施方面 美国仍落在中国后面还在追赶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中国建立了一个比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都强大的高速铁路网 现在中国还宣称自己要做全球绿色能源的领导者 在5G网络上也有先发优势 文章认为让拜登重让美国重回游戏榜首的历史性努力 可能会改变中国的计划 中国近年来的许多强硬行为 从大规模的海军建设到几乎与所有的邻国都闹翻了 似乎都源于一种信念 也就是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正处于绝境 而中国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正如一位西方外交特使所说 中国认为西方是软弱的只看金钱的 并且不守纪律 必须要让我们对待狗一样 让它乖乖驯服低头 这样的极端想法可能会引发冲突 当然也会削弱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谈判地位 为什么中国要向一个他认为是失败的超级大国来提供市场准入让步 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工业模式 作为对一个过气的国家的补贴呢 作者写道 川普政府在于北京的全面关税战中几乎一无所获 明智的是拜登政府推迟了对共和党人贸易政策的保留修改以及取消相关决定 直到有了一个可行的国家经济复兴蓝图 这个蓝图将赋予美国议价能力 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长期以来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方式一直是试图绊倒对手 而不是加快自己的步伐 华盛顿的懒惰的政客们发现 把美国的弊端归咎给北京 比修复破旧机场破败学校和坑坑洼洼的公路要容易得多 事实上美国越是试图诋毁中国 中国就越有理由来实现所谓自力更生 中国的过度自信所带来非常现实的风险是 美国最近因为缺乏信心而变得更加落后 同时也更加恐慌 拜登的计划如果实施 可以刺激美国更有效的与中国竞争 进而减少美国人的恐惧 降低两国温度 而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前景也会得到改善 一个经济更加健全的美国 也将更加有能力建立必要的国际联盟 以回应中国在国外的霸道行为 和在国内的侵犯人权行为 今年将是一个分水岭 作者引述高盛预测 美国经济将增长百分之八 增长率几十年来首次超过中国 实际上美国很有可能正处于生产力繁荣的边缘 这是由其仍然领先的技术进步所推动的 比如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 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未来 绝不是命定的 而正如华尔街日报此前所言 虽然中美关系仍然是最充满爆炸性问题的雷区 但是竞争刚刚进入一个决定性的新阶段 而多年来行事第一次对美国有利 同样为您关注到的话题也与中美经济有关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文章认为即使是中国最坚定的批评者 也对中国建造桥梁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能力表示敬畏 这些工程壮举似乎是由指挥式的政治制度所促成的 拜登总统是最新的一位向美国国会施加压力的美国领导人 要求国会立一项影响深远的基础设施项目拨款时 引用了中国的做法 他说超过两万亿美元用于修缮桥梁和公共交通 实现机场现代化和翻新社区 扩大互联网覆盖面和更换监管 这些都是要赶上并超越中国的代价 基础设施可能是现代化驱动力中最有形的一面 他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一个贫困的国家变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和竞争对手 川普在进入总统任期时也强调了中国并承诺重建美国 当时川普在二零一六年的一次集会上说 中国的桥梁太不可思议了 而文章引述康奈尔大学专门研究城市规划的历史学家坎帕内拉的话说 我们真的很羡慕中国 他说我们曾经在中国生活过 中国人似乎能够做到我们曾经做的这一些事情 但是跨越是发展超过中国却是另外一回事 中国直接从自行车到子弹头列车的做法 可能对改善美国基础设施直接借鉴作用有限 两国的需求不同 政治制度也截然相反 首先是中国领导人可以全权下令建设 中国最引以为傲的标志建筑是长城 这是一座历经百年修建的一万两千英里长的防御工事 习近平学的是化学工程 他的前任则专攻水电工程 而美国则倾向于选律师当总统 虽然吉米卡特胡佛还有华盛顿都有工程背景 毛泽东也喜欢追求基建 比如横跨长江的双层公路铁路桥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经过几十年错误的国家规划 整个中国一穷二白破败不堪 公路港路以及各种状况都十分糟糕 在美国支持的多边机构所提供的国际援助的刺激下 中国开始认真建设专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大项目 拜登总统在上周他作为总统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所攥着的一张要点卡片中指出 中国在基础设施的支出是美国的三倍 而根据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美国的支出占到GDP的百分之二点四 而中国则是百分之八 中国声称至少有百万座桥梁 其中包括大部分世界最高的桥梁 在世界一百座最高的最新的摩天大楼中 有四十九座在中国 比尔盖茨在二零一四年曾经公开了一个数据 中国在前三年使用的水泥量 比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使用的水泥量还要多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 中国从那时起就保持了这个速度 每年生产的水泥远远超过二点二千兆吨 是美国在到两千年的一百年前里使用了四点五千兆吨 根据总部设在布鲁塞尔代世界钢铁协会的数据 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过世界的一半 去年是美国的十四倍 尽管自从二零九年以来 中国销售的汽车数量超过了美国 但是远远还没有达到美国规模的汽车保有量 政府将铁路定位为全国范围的可行选择 高速列车服务于百分之九十八的主要城区 许多城市都有地铁 中国高铁里程达到两万三千五百五十英里 可以将纽约和洛杉矶连结八倍以上 北京又打算到二零二五年再增添百分之三十的轨道 北京附近和西藏正在为明年的冬奥会准备新的线路 这是从二零零四年开始建设以来 中国最后一个半高铁的地区 在上海和杭州之间行驶大概一百英里的子弹头列车 时速可以高达二百一十五英里 大概六十五分钟就可以完成 而拜登熟悉的美国铁路公司的一条线路上 从威尔明顿到华盛顿之间的距离 需要一个半小时以上才可以走得差不多 专家表示美国可以从北京的铁路战略中学到的是 基础设施成本应该以广泛的社会收益为重 而不是严格的收发预测 专家表示中国的高铁价值主张包括难以衡量的回报 比如几十年来随着客运列车从繁忙的货运线上转移下来 工业效率将有所提升 而有专家表示中国的领导人也有动力大胆建设 特别是地方的干部他们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工作岗位移动 经常与城市规划者见面 政府官员的奖励是看在他们身上可以做出多少改进 根据银行的官方档案 一九九一年上海官员邀请世界银行城市规划师来考虑修建地铁的可能性 但是考虑到上海位于长江流域 来访者认为地下交通值得怀疑 于是他们建议修建公交车 但是上海还是实施了 三十年后上海的地铁成为世界上最长最繁忙的地铁 每天运送超过千万乘客 而数十个中国城市纷纷效仿 地铁让城市扩展到有空间搭建公寓的地方 反过来又促进了房屋的所有权 专家表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循环系统 同时中国也成了在岩石和河流下面开凿通道的主要生产国 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地铁车辆制造商 专家表示我们需要一点中国的东西来搅动我们的游戏 敦促我们发展 他敦促美国政治家振作起来 把审批项目当作紧急情况来推动 而不要强调当地的影响研究 他说我们对受直接影响的居民过分重视 我们没有对更大的社会给予必要的重视 当然中国的无节制发展产生了不少问题 包括债务还有使用不足的系统 许多城市的建筑尘埃可以汽车尾气 还有工业活动造成的污染相媲美 与建筑业相关的政治贿赂也很常见 针对挑战发展计划的活动家的打压也是如此 二零一九年在北京大规模扩建机机场不到十年后 在五十英里外的城市的另外一侧为一个建筑师耗资一百七十五亿美元的海星型北京大新国际机场举行了落成典礼 中国政府不断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来承受经济上的债务困境 包括在去年疫情相关停工之后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经济金融研究所认为 中国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百分之三百三十五 高于二零一年的百分之二百 科学家表示中国在疫情之后的基础设施支出是惯用的伎俩 他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建设将刺激短期增长 但信贷推动投资主导的活动最终加强了我们的信念 也就是长期增长将被放缓 而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卫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有一部以新疆为背景 由中国国家政府制作的最新音乐剧 受到好莱坞大拼La La Land的启发 要在中国的电影院上映 描绘了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监控 甚至没有多数北沃尔族人信仰伊斯兰教的 充满民族凝聚力的乡村田园 文章分析这是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惊心的公关公事 以重塑新疆的形象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民以及人权组织表示 该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受到了种族灭绝 而随着新疆棉花产业内有关于强迫劳动的指控 在此引起全球关注 包括耐克等品牌表示不再从该地区采购原料 而在中国国内北京却一直在为新疆讲述一个极其不同的故事 说唱歌曲图片展还有音乐剧 正在引领着中国官方指导下对新疆的文化形象重塑 而有一大群名人不约而同地跳出来为新疆纺织业辩护 北京现在仍然否认有关于所有人权侵犯的指控 而是将新疆描述为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复兴的天堂 由于国家干预放弃多年的暴力极端主义等等 据报道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被推迟了一年 主要讲述了三个来自不同民族的男人 他们在这个辽阔地区的雪山和沙漠景观中 跨越文化收集音乐灵感梦想成为大明星 而根据中国国家媒体环球时报的报道 Lala Land这样的海外大片激发了中国电影公司 制作自己国产大片的热情 但是显然这部音乐剧忽略了新疆的监控摄像头和安全审查 也明显的没有提到伊斯兰教 也没有清真寺或者是戴面纱的妇女 尽管新疆一半人口是穆斯林 在一个场景中主角是一个替着光头的维吾尔族人 手里拿着啤酒敬酒 根据维权团体的说法 至少有百万维吾尔族人 还有其他主要是穆斯林信仰的群体被关押在难民营中 这样的说法激怒了北京 北京否认这些营地的存在 后来又将其作为培训项目来进行辩护 三月英国欧盟美国加拿大采取联合行动 对于新疆官员进行了集中制裁 这是拜登总统上任以来西方国家首次对北京采取有关行动 在上周中国的名人科技品牌和国家媒体 纷纷向几个全球时尚品牌提出了抗议 服装巨头子简发表声明 说希望重获中国人民的信任 但是这样的信息却在微博遭到了嘲笑 这种反击现在已经具有了流行文化的优势 本周中国官方发布一首说唱歌曲 抨击西方地区有关于新疆的谎言 而CGTN还要发布一部有关于北京为什么要镇压新疆动乱的纪录片 外国媒体在访问新疆时要受到当局的跟随 在报道时也要受到骚扰 根据历史经验 想要不受限制的进入新疆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却不会抵挡北京扭转新疆叙事的野心和动力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本章开篇写到中国的船只就像不速之客一样不肯离开 据中国说这些只是渔船 尽管他们并不再捕鱼 几十艘船甚至整齐地排成了一排 据说是为了躲避从来没有到来的风暴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久前中国在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声称对南海拥有主权的海域建造 并加固人工岛礁以维护其主权 现在的战略是加强这些前哨在争议海域蜂拥而至的船只 适时的藐视了其他国家的驱逐令 其目标是通过压倒性的存在来完成 他通过外交或国际法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做法似乎有效 纽约时报引述相关专家介绍 美经相当清楚地认为 如果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使用足够多的胁迫和压力 就会把其他人赶走 这样的想法当然是阴险 而且可怕的 中国的行动反映了其国在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日益增强的信心 最近几周的事件发生在惠松礁附近 这是一个只有在退潮时才会出现在水面上的地震 根据报道 在三月份一度有二百二十艘中国船只停泊在周围 引起了那里菲律宾以及美国的抗议 菲律宾方章表示中国船只的存在是明显的挑衅 越南外交部则指责中国侵犯了主权并要求船只离开 根据卫星照片 在过去一周已经有一些船只离开了 但是很多船只仍然留在那里 根据菲律宾官员的说法 还有一些船只转移到了只有几英里远的另外一处地雾礁石之上 而在菲律宾控制的另外一个岛屿东北一百英里处 又发现了新的四十五艘中国船只群 中国必须要解释 菲律宾在周六发表声明这样要求 而这种集结已经激化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该地区与台海问题一起有可能成为中美对抗加剧的另外一个爆发点 虽然美国没有对南海争端采取立场 但是他不断批评中国在那里的侵略性政策 包括其居地的军事化 多年来美国一直派遣海军军舰进行例行巡逻 挑战中国宣称的在那里可以进行军事活动的权利 仅从拜登总统一月份上任以来 美军就进行了三次这样的行动 国务卿布林肯也就中国舰艇的存在表达了对菲律宾的支持 在推特上面写道 我们将永远与盟友站在一起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这次季节凸显了菲律宾对争议海域控制权的削弱 这有可能成为该国总统杜特尔特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该国防务部门已经派出两架飞机和舰船去前往相关接级情况 但暂时没有进行干预 目前还不知道越南军队是否作出了回应 批评者表示中国对菲律宾主张的无视反映了杜特尔特与北京共产党高层讨好努力的失败 杜特尔特最坚定的政治对手说 人们需要听到总司令本人的声音 他对中国是个懦夫 对自己的人民却是一个恶霸 杜特尔特没有公开处理此事 不过他的发言人说正在悄悄努力化解紧张局面 中国却对这样的抗议置之不理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渔民一直在附近捕鱼 而菲律宾的官员和专家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惠宗礁是被称为联合岛礁的一部分 距离菲律宾的巴望岛只有一百七十五海里 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该地区一直紧张 越南占据了环礁四个小岛 而中国则在以前被淹没的珊瑚礁上建立了两个前哨 作为其二零一四年以来正在进行输菌的七个人工岛计划的一部分 其中的两个前哨相距不到三海里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召集的国际法庭 在二零一六年的裁定 中国对整个南海的扩张性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不过他没有在不同的主张者之间进行领土的划分 中国主张依据是一九四九年中海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在地图上绘制的所谓九段线 在三月七日菲律宾的巡逻队首先报告了汇松礁的大量船只 微信照片显示过去一年中国人在礁石上的不断进发存在 是有规律可循的 尽管此前规模一直比较小 而专家表示中国人可能会在夜间进行行动 包括海岸警卫队和人民解放军 他们的滞留可能会对海洋环境也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中国船只的存在显然是为了恐吓 通过在那里出现 并将他们分散到其他国家所占据的珊瑚礁周围的这一些广阔水域 或者是油气田或者水域场 可以稳步地把越南人和菲律宾人赶出去 而如果你是菲律宾的渔民就会受到这些人的骚扰 他们似乎总是离得太近 对着你吹喇叭并操练 也许在某一个时刻你就会选择放弃 菲律宾现在对于中国的关系也十分棘手 菲律宾越来越依赖中国的贸易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也越来越依赖中国的疫苗 对美国海洋争端方面的专家说 中国正在侵占海区 但是通过向我们发送疫苗来软化它 这是他们软化打击的关关努力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不应该上当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费加罗报的报道 此前华尔街网报为您引述法国世界报一篇文章 有关于一篇署名劳伦斯伯梦获益罗兰布蒙德的法国记者的文章 其中谴责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指控 与中国官方宣传口径一致引发关注 而法国世界报质疑这一位记者并不真实存在 媒体查证法国职业记者证委员会资料库中并无此人 此人是虚构 但是此后外交部予以驳斥说作者使用的是笔名 而在今天早些时候 法国费加罗报刊登出一篇独家采访 说作者并非是虚构 而解放报也刊出报道说此事的前因后果恐怕更有引擎 解放报说这一位劳伦斯伯梦最近是用法语发表了两篇文章 之后社交媒体平台很快就出现了针对中国编造假记者的指控 因为在二零二零年三月之前 社交网络平台上从未出现过这一位劳伦斯伯梦 而由于劳伦斯伯梦的名字没有在法国职业记者证委员会资料库中得到验证 世界报表示此记者并不存在 而中国官方媒体还说笔名是一种常见的手段 是为了使用者不受约束更加自由地表达 这样的现象广为存在 费加罗报则对劳伦斯伯梦进行采访 这也是他首次接受媒体访谈 但是要求保持匿名 他表示他是来自卢瓦尔河地区所辖萨尔特省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年轻女性 目前人在法国 他表示有关于揭露法国媒体在新疆问题上制造假新闻的这一些与中国官方论调完全契合的文章 完全出自他本人之手是他主动向CGTN提出的建议供告 他说他之所以用笔名是因为对自己的安全表示难忧 他说他曾经在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一七年生活在北京 就职与央视法文部 回到法国之后他从事了多份工作 而与央视的合作不是他主要的经济来源 根据来自费加罗报的报道 他笔下的新疆一片和谐 他说这是他在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一六年所进行的六至七次旅行中所见 他当时与另外一位来自乌鲁木齐的男士结了婚 他表示我本人没有经过新闻的调查 只是写下我的建文 但是费加罗报说CGTN利用他的观点来反击西方 针对新疆少数民族实施镇压的指控 但是从时间线角度上来看完全对不上号 因为博弄的数次新疆之行是在二零一七年之前 这还是在习近平以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反分裂为由 实施大规模拒压政策之前 而报道还说目前北京展开全球舆论战 消除国际社会对人权状况的批评 特别需要一些西方有代表性人士来背书 此前中国外长王毅曾经表彰法国作家马克希姆维纳斯 说他揭露西方假新闻的做法 而与此同时揭露新疆集中营的德国学者则成为中国制裁的目标 费加罗报还说与央视合作的博梦 在这一次媒体风暴中被推上风口浪尖 他说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要保持匿名 同时也是为了家人的安全 他说将不再使用此一笔名 但是不排除继续服务于官媒的可能性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企业家孙大午的有关境况 根据律师刘晓云在个人认证推特上面所贴出的信息 孙大午家人也就是两个弟兄通过微博对外发声 在所成给大午集团员工们的一封信中 他写道亲爱的各位员工2020年十一月十一日包括集团创始人孙大午在内的三十位中高管先后被公安机关带走 其中二十五人被羁押至今 这是集团自创建以来遭遇的右翼危机 其严峻程度甚至远超众所周知的二零三年 必须承认在案件发生最初一段时间 我们和大家一样惶恐软弱无助 我们不知道还要抓多少人也不知道被抓的人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更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刑事案件和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让我们一度陷入严重的经营困难 案件牵涉到如此多的员工家庭 我们心急如焚满怀歉旧 却又不知从何着手 在这艰难的时刻是你们是各位坚守岗位的员工 给了我们坚持的决心勇气和希望 案件已经发生四个多月了 应该说危机并未解除形势仍然严峻 但无数个不眠之夜后 我们决心擦干眼泪勇敢地站出来 承担我们应该担当的责任 支撑我们站出来的理由很多 失去自由的亲人 近万名员工的信任和责任 曾经抛洒过青春和热血的这一片土地 都让我们无法割舍 无法置身事外 而三十七年来集团从无到有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造福了一方百姓 即使在发展的过程中 难免有不规范不完善之处 即使某些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难免不妥当 但我们绝对没有横行相礼 与肉百姓 欺昂罢市 也绝对不是什么黑恶实力 这才是支撑我们站出来最根本的底气和信念 一句话 如果集团是黑社会 我们早就甩手而去 一面一样会早就选择离开 不会有人为他的今天惋惜 基于这样的认知 我们愿意在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配合公安机关 正式并努力改正错误 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但我们绝对不会承认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乌有之罪 更不会做事集团在我们手上衰败 现在我们聘请了多位国内顶尖法律团队介入此案 并聘请有关人士担任集团顾问 律师们经会见了解 初步认为本案大多罪名不能成立 更不构成涉黑涉恶 接下来法律团队将积极与办案机关和有关部门沟通交流 递交法律意见 一般事实法律和证据 全面维护集团各涉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也会在政府的指导下 在法律团队的帮助下 有条不紊地逐步恢复公司的自助经营 亲爱的各位员工 正是因为你们的奋斗和坚守才有了今天的大吴集团 危难之中使我们更加明白 只有我们经营良好资金安全员工稳定人心安宁 才是对亲人公司对支持关心我们相亲朋友最好的交代 我们期待着风雨过后的大吴城会更美丽 危机过后的大吴集团能够涅槃重生 我们相信无论这个案子最终结果如何 只要有你们在大吴集团和大吴城就不会倒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这是跟外交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美联社的报道 西沙姆丁在首次以外长身份访华时表示 希望他与王毅能够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 包括合作抗击疫情 但是当时他在周四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对王毅说 你永远是我的大哥却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 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近年来北京在该地区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 特别是在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的海洋主张 已经与马来西亚造成了冲突 对两国关系形成了考验 不少马来西亚人在社交媒体上则被吸杀摩丁 说他似乎在讨好这个全球超级大国 而反对党领袖则要求他收回评论并向国家道歉 这不是外交和国际关系世界中应该使用的语言和风格 似乎把马来西亚作为中国的外国傀儡了 他这样表示作为一个中立的国家 我们不赞成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 它的发言显然是对我们自己国家的一种侮辱 而在受到批评之后 西沙姆丁在推特上面表示 他叫王毅大哥是为了表示对王毅的尊重 这句话并不是说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 他说他一直是在尊重王毅年纪比较大 更是资深的外长 因此对他个人来说是兄长 而尊重并不代表软弱 他说请放心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方面 马来西亚仍然是独立有原则务实的 是建立在和平人性正义和平等的价值观上的 而再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中国国内政治有关的消息 中国政法委举办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读书班 而在会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进行开班式发言 他强调要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热潮 要引导干部学出信仰 学出忠诚 学出使命担当 同时不断增强法治意识 提高法治能力 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迈上新台阶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在这方面要洞察和处理好三大变量 首先是中国崛起 世界格局演变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中国快速发展 官方媒体强调党的领导人创造了事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 而当前习近平又创造了两大新大奇迹 全面打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总体战和全面脱贫攻坚战 从世界看中国中国之志令人自豪 从时间看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令人自信 从民心看核心 坚强主心股令人信赖 官方媒体报道指要坚定必胜信心高举法治旗帜 弘扬法治精神推动国际力量对比 向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 官媒报道境外敌对势力对我打压遏制是一大威胁 文章写道他们巩固坚持霸权思想和冷战思维 对我国进行全方位战略遏制 滥用长臂管辖对我实体个体实施制裁 但是这提醒我们当前大国竞争主要是制度规则的竞争 要以所谓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依法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 而第三点所谓重大背景是新冠肺炎疫情 文章说疫情全球大流行是加剧大变化的催化剂 在疫情全球同好面前各国表现高下立判 谁智谁乱尽未分明 中国抗疫防控取得巨大成功 打破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神话 促使更多国家客观正确看待中国道路 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加快自身发展 以法治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世界大变局朝有我有力的方向发展势头就会越来越强劲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在主办了拜登新政府与北京高官之间的首次会面 争吵声不绝于而风波平息之后 阿拉斯加仍然希望可以与中国建立有利可图的关系 文章引述阿拉斯加世界事务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说 我乐观地认为会议所带来的宣传将是阿拉斯加在中国人心目中成为度假目的地 以及重要的贸易伙伴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报道 在上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高级外交官杨洁篪 在阿拉斯加与美方同行进行会面 却意外出现紧张局势 似乎并不那么像外交反而像是争吵 随着座谈的开始 双方救救人权 美国人的接待不当 以及不有晚餐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职责 有关于这样的一场争吵的描述迅速在互联网传播 中国网民说两位中国外交官是民族英雄 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似乎很快不会实现和解 然而阿拉斯加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的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这个州资源丰富生产很多中国需要的产品 以养活其庞大的经济 而其稀缺的人口和劳动力 让它比美国其他州更不担心输出工厂的工作机会 这帮助中国在二零一一年成为了阿拉斯加最大的出口市场 领头的是海产品矿产林业和能源 该州在二零一八年对中国的出货量价值十亿美元 二零一九年降至八点五五亿美元 二零二零年又回升至十一亿美元 阿拉斯加来自中国旅游业也在稳步增长 这得益于一个难以被破解的迷思 也就是在北极光下孕育的孩子会产生幸运的高智商婴儿 二零一七年习近平和第一夫人彭丽媛访问 当时还是川普执政初期 当时双方关系似乎还很有希望 而时任阿拉斯加州的州长比尔沃克表示 他们当时共进晚餐 宫湖交错双赢的语言到处流淌 他与习近平在库克船长酒店的同一间会议时会面 而上个月杨洁篪和布林肯吵架的地方就是这里 沃克说我们还在楼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在他的办公室里装饰着各种照片和纪念物 他打趣说那次我们可是给他们提供了晚餐 该州人口只有七十三点五万 而且位置距离其他主要经济区十分遥远 他在华盛顿的政治影响力有限 海产是阿拉斯加最大的出口产品 在习近平到访后的几个月 当美中贸易战变得恶劣的时候 阿拉斯加的海鲜遭到了高额关税的抨击 2020年对中国的销售额几乎下降了一半 海鲜被卷入了争夺战 不过如果泛太平安海域最终能够平静下来的话 那么中国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 以及他们为以龙虾螃蟹三文鱼海参海胆等小众产品 提供前景广阔的市场 仍然让阿拉斯加人举于后傍 与此同时阿拉斯加也已转向东南亚 以帮助填补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 由于疫情的影响 再加上安克雷奇是为载重美亚飞机加油的理想地点 安克雷奇已经坐稳了世界第六大货运机场的位置 目前大多数中国货物都是通过香港的国际机场运输的 但是专家估计随着货运量的增长和中国扩大其货运机队 中国二线城市将有更多直飞安克雷奇的航班 与美国大城市相比安克雷奇面临的限制比较少 安克雷奇有足够的土地可供扩建 此前的一段时间里 安克雷奇曾经是世界上著名的免税天堂 还可和香港媲美 但是现在安克雷奇机场还是希望通过吸引长线客运航线 包括洛杉矶到东亚 还有拉美到东亚的航线来吸引游客回来 阿拉斯加还希望在二零一七年习近平与川普在马拉哥度假地会面后 在安克雷奇停留这样的一个事件基础上增加中国游客的数量 阿拉斯加也难免受席卷美国的政治风潮的影响 二零零六年在阿拉斯加大学安克雷奇分校 所成立的一所有北京资助的孔子学院在去年关闭 表面上是由于预算压力 但是现在有专家说 在校园里重建中国机构已经十分困难 而现在随着中国对南海态度越来越强硬 以及对新疆香港和西藏的控制越来越紧 这个方案已经变得无法实现 安克雷奇和阿拉斯加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与哈尔滨和黑龙江分别建立了紫密城市和紫密省州的关系 宣传他们共同在寒冷之地 但是可以结下深刻友谊 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后 这样的联络被暂停了 但是习近平的访问帮助恢复了关系 在美中紧张局势加深和热情再次减弱之前 曾经刺激了互惠的贸易代表团的访问 专家表示尽管现在有很多对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角力的担忧 我们还是看到了中美关系演变的下一阶段 中国作为投资者带着他们的支票部来到这里 即使华盛顿的情绪十分糟糕 但是沃克前州长表示 他并不认为这种情绪会破坏交易 前提是北京在北坡数有管线中的持股比例保持在百分之二十四以下 也就是不拿股权只做客户总会有规避掉这些问题的方法 而文章作者说 有一种理论认为北极光是激发的早期中国龙传说的原地 根据极光区网站的说法 人们认为这些光被看作是善龙和恶龙之间的天体之争 他们在苍穹中喷火 而文章最后写道 如今许多阿拉斯家人都寄往于好龙的回归而不是恶龙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香港有关的分析报道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澳大利亚ABC的有关文章 文章介绍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在完成将香港交给中国的谈判后 在日记中记录了她对中国坚决收回香港主权感到严重不安 文章写道事实证明这一位铁娘子的说法是正确的 今天中国方面已经控制了香港 北京最近剥夺香港立法机构直选代表人数的举动 就是一国两制承诺破灭的另一个迹象 在七十五人的立法会中目前有三十五位直选议员 委员会正在扩大到九十人 但选民将只能直选二十位代表 同时北京将选择批准候选人任职 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爱国者的人才可以有资格 而在同一周民主人士包括民主之父八十二岁的李祝敏 被定犯有二零一九年参加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 作者写道事实上情况总是这样的 九七年当英国国旗在前殖民地上空降下 中国国旗升旗时我就在不远处 在人群中抬头可以仰望到中英两国政要的舞台 而英国士兵降下了英国国旗 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中中国输给了英国 这变成了中国人灵魂的一道伤疤和侮辱 它使中国陷入危机引发了清朝的灭亡革命和战争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数千万中国人命运被改变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共产主义革命后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是中国所谓的百年屈辱的一部分 那是一个被外国列强统治的时期 受害者的身份和重新崛起的自豪感矛盾混合 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血液中铁打不动的样本 它支撑着习近平所谓的中国梦 民族复兴并重回全球权力巅峰 而现在习近平在他的议程上快速推进 镇压一级监禁对手 针对穆斯林群体等在国际上已被称为种族灭绝 习近平声称拥有南海争议到与冰墙台湾发出通知 表示必要时将使用武力使该到与大陆统一 领土和主权对于习近平而言始终是关键 中国减少了香港立法机构的直选席位 这对于香港已经陷入困境的民主活动更是重大挫折 而习近平在这里是在沿用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时设定的模板 在与英国的会谈中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就警告萨切尔 该党要把中国的职权置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之前 中国领导人一向以国家为重 并警告表示不要在香港搞民主 五八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就告诫英国 任何允许香港自治的举动都将被视为非常不友好的行为 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时共产党还在遵循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叮嘱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当时中国还在搞经济建设 那是一个相对对外开放的时期 西方领导人通常认为随着中国富裕也会变得更加自由 但是现在韬光养晦已经结束 习近平不再掩盖自己的意图更加咄咄逼人 他讲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所谓的成前毕后治病救人惩治与治疗成为了他的主题 习近平是在惩罚香港作为英国前哨的过去 也是在医治所谓民主的弊病 文章引述精神病学家利夫顿在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学 中国洗脑研究艺术中所说的中国的计划 也就是意识形态改造或思想改造计划 利夫顿将其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操纵人类的 努力之一 作者写道今天我们在新疆香港还有西藏都看到了这一点 人们可以因为自己的思想而受到惩罚 尽管他试图展示力量 但香港的镇压也暴露了他的脆弱 习近平无法信任自己的人民 但是现在他是全能的 中国正在崛起 他的专制挑战是在西方自由和民主较弱时出现的 当时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的午夜 历史重新分开新的一夜 他标志着专制与民主之间新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回归 当晚香港民主党主席李住民曾经发下誓言 民主之火永不熄灭 而今天这一位民主之父正面临着牢狱之灾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表示 尽管长期以来存在的分歧影响了双边关系 但美国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克里在今天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时告诉记者 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将与中国打交道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样 拜登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也说得很清楚 我们与中国的其他问题都不以我们在气候问题上需要做的事情为要挟 也不参与交易 近年来中美关系因为贸易 中国对待维吾尔族少数族裔 以及中国在台湾和香港行动等方面的分歧而变得紧张 中国已承诺在二零六零年前实现碳中和 而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预计将在四月二十二日的全球气候峰会上宣布新的减排目标 克里将于周日参加阿布扎比主办的中东和北非气候对话 阿联酋表示对话将重点讨论十一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前的国家和地区准备工作 克里表示各国将讨论如何减少对煤炭的依赖 以及如何在十一月会议前提高雄心应对气候变化 克里说我认为下一代人正在向我们喊话要求我们履行承诺 最后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脸书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在一家黑客网站上发现了超过五亿脸书用户的详细信息 这些信息似乎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了 但是这是一个最新的例子 说明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收集的大量信息之多 以及这些信息的安全程度的局限性 数据集的可用性是由business insider商业内幕首先报道的 根据文章它拥有来自一百零六个国家的信息 包括电话号码脸书ID个人全名地点出生日记和电子邮件地址 多年来脸书一直在努力解决数据安全问题 二零一八年这家社交媒体巨头禁用了一项允许用户通过电话号码相互搜索的功能 一位政治公司剑桥分析在不知情或未经同意的情况下 获取了多达八千七百万脸书用户的信息 二零一九年一位乌克兰安全研究人员报告表示 在公开的互联网上发现了一个数据库 其中有超过二点六七亿脸书用户的姓名 电话号码还有用户ID几乎全都是美国用户 目前还不清楚当前的数据信息是否与这个数据库有关 联署方面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联署表示这一次泄露是就是源于同一个问题 而该问题在二零一九年已经得到修复